問幾條問題 希望大家誠心作答 第一條問題就是 你家裡可以是你作主 可以是你父母作主 可以是你子女作主 可以是你丈夫作主 可以是你太太作主 你家裡誰作主呢 好 你家裡是你爸爸作主的請舉手 一個而已 你家裡是你媽媽作主的請舉手 你家裡是你丈夫作主的請舉手 你家裡是你太太作主的請舉手 你家裡是你太太作主的請舉手 嘩!有些沒有反應的 你家裡是你子女作主的請舉手 你家裡是你媽媽作主的請舉手 你家裡是你媽媽作主的請舉手 你家裡是我們一起作主的請舉手 你家 isso 你家裡是你媽媽作主 你家裡是你父母 VICTER 他一定誠心 你家裡是 福音很少用天堂這個字, 福音比較常用天國,或者天主的國。 有人問耶穌,天國在哪裡? 耶穌說,天國就在你們中間, 藉著耶穌基督的降生,天國已經來到, 天國已經開始, 我們說天國已經開始, 不過仲未圓滿, 藉著我們的努力,使它日趨圓滿。 天國已經開始,天國在你們中間。 如果拼細一點,看我們自己的心, 首先問,天國,天主的國,是誰說事的地方? 天主的國,天國,是天主說事的地方。 清楚,天國,是天主說事的地方。 如果你的心裡面,天主在這裡說事, 你的心就會有人愛,有平安,有大方,有寬恕, 有偏見,有疾度,有自私, 換句話說,那裡不是天主說事的地方。 然後,幾個人之間, 而他們幾個人之間, 彼此之間,又彼此的關懷、寬恕、忍耐、包容, 你們幾個人之間,天主在那裡說事, 那裡就是天國。 如果另外你們幾個人之間, 彼此之間有仇恨、鬥爭、 那裡就是天主,天主不在那裡說事, 那裡是地獄。 所以,如果你的家裡, 剛才問的問題,大家不要舉手而已, 你自己心裡有數而已, 你自己不敢舉手而已, 你含蓄而已, 你自己心裡有數,誰說事? 如果你的家裡, 是你爸爸媽媽說事, 如果你的家裡是你爸爸媽媽說事, 那裡是地獄。 如果你的家裡, 是你媽媽說事, 那裡是地獄。 如果你的家裡, 是你子女說事, 那裡是地獄。 如果你家裡,是你先生說事, 那裡是地獄。 你家裡是你派財畫事,那裡是地獄。 你們一齊畫事,都是一齊去整個地獄。 你一齊畫事,你家裡都是地獄。 不是天主畫事,是你畫事。 你畫事,你一齊畫事,當然是地獄。 我昨天朝和十一間校 bond job 跟лич文 none認識, 你家裡是校長作主? 那裏是甚麼? 地獄。 如果你的家裏是老師說事, 那裏是甚麼? 地獄。 如果你的家裏是學生你們說事, 天堂。 多齊,多大聲, 回答別的東西沒那麼齊, 回答這句,我問過很多家校, 每家家校都是最齊這一句。 如果你的學校是你說事, 天堂! 我覺得很開心。 如果你的學校是你說事, 每個學生在那裏說事, 那個學校肯定是地獄。 不過我也報一句, 學校一定要校長說事, 老師說事, 長輩說事, 老師說事, 校長說事, 不過老師說事, 校長說事, 是按照天主的意思, 按照耶穌的教導去說事,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說事。 所以如果校長老師是按照天主的意思, 基督的教導去說事, 不然學校是天堂, 不然學校也是地獄。 家裏也是這樣, 如果你作為丈夫、妻子、父母, 按照天主的意思, 基督的教導去說事, 你的家裏都是天堂。 如果跟你自己的意思去說事, 對不起, 你的家裏是地獄。 所以就算不是地獄, 都是煉獄的了。 今個主日, 基督普世軍王節。 基督普世軍王節不是有了很久的, 普活節早已有, 聖誕節早已有, 聖誕節早已有, 基督普世軍王節是1925年才開始, 基督軍王節。 全場除了東西。 在當時面對一個續化的社會, 將耶穌擒出的世界之外。 Denn教會不�리子強烈的世界。 教會不rire地沒有自遵至, 他們老頭ител是如此。 rade、「成為無束天主而為無從可不足的時候、 論壹逆而為的星, 政治有 escri遠哇到西了英 aku王節中心裏. 聖誕節早已有對福音歌不節諒, 就是幸福, 推絕它, 就是在往。 基督軍王節最核心的就是提醒我們, 你自己每一個人, 你的家庭, 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這個世界, 接受耶穌基督, 就有幸福, 將耶穌基督擠出, 你家庭之外, 你生命之外, 社會之外, 就是在往。 到1970年度, 先將基督軍王節, 更加清楚, 基督不單止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軍王, 基督是普世的軍王。 在過去五十一個主日, 由張臨期, 第一主日開始, 我們聆聽天主聖言, 特別福音裡面, 耶穌的話, 我們學習, 怎樣去認識, 去愛, 以及去跟隨基督。 今天, 在所有主日的其中一個高峰, 我們提醒自己, 耶穌, 是我們生命的主, 祂是我們生命的中心, 正如每台尼莎, 我們在金文祭的經文所說, 直著基督, 皆同基督, 在基督內, 這個不是我們神父, 我們每次要我們去說的東西, 直著基督, 皆同基督, 在基督內, 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一個義人, 耶穌是我們生活, 耶穌不是我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或者生活的宗教部分, 耶穌是我們生活的中心, 我們在祂之內生活行動, 所以直著基督, 皆同基督, 在基督內, 不是我們離散經文的用語, 而是我們生活的一個主人, 主人, 我想今日記載兩個人的對話, 一個很有權勢的比拉多, 和一個什麼都沒有的耶穌, 好像是比拉多審問耶穌, 其實是耶穌, 我們說他反客為主, 比拉多這個時候, 要面對真理, 如果他願意這樣承認的話, 他會將耶穌放了, 但比拉多寶, 耶穌縱使, 控告他的聲音, 很大, 他的朋友, 好像靜默, 但耶穌, 仍然持守著, 真理, 真理,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 縱使周圍左右, 反對基督信仰的聲音很大, 縱使周圍, 很多人保持靜默, 我們仍然要持守基督的教導, 我們仍然要持守真理, 耶穌的皇位, 就是他的十字架, 十字架, 為耶穌不是恥辱, 和失敗, 而是他的勝利, 十字架是生命, 真理, 和愛的勝利, 我們持守真理, 我們都要和耶穌一樣, 我們面對生命當中的十字架, 不過這個十字架, 為我們不是失敗, 而是一個勝利, 是生命, 真理, 和愛的勝利, 犹太人為耶穌帶持冠, 嘲笑, 耶穌是犹太人的君王, 諷刺的, 就是, 耶穌真是, 他們說了最深的真理, 除非我們聆聽耶穌, 除非我們愛耶穌, 除非我們侍奉耶穌, 除非我們跟隨耶穌, 否則, 耶穌, 他不是我們的君王, 所以, 耶穌不是你的君王, 除非你聆聽他, 你愛他, 你侍奉他, 你跟隨他, 耶穌不是我們的君王, 如果我們不承認, 和他的王國的目標, 和理上, 不認同基督王國的目標, 和理上, 耶穌不會是我們的君王, 我們屬於基督王國, 我們屬於基督王國, 天國已經開始, 但是尚未愉悶, 我們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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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愉悶, 今天我們有份於天國, 將來我們有份於天國, 將來我們沒有份於天國, 將來我們都不會在天國之內, 我們屬於基督王國, 精神生活, 當我們願意讓福音滲透, 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所以我重複不斷提醒, 為什麼我們每天有幾次祈禱, 在夜晚飯前, 或者重要的事前之前, 為什麼我們每天有幾次祈禱, 為什麼我叫你們每天, 用聖經金句, 每天幾次去到思想, 去反省, 原因就是, 我們不可能時事, 二十四小時這樣去記住天主, 記住耶穌, 但是每天有些時間, 讓我們記得耶穌基督, 讓我們每天有幾個時間, 我們記得天主, 幫我們提醒, 所以, 我們真正能夠屬於祂的王權, 就是當我們願意跟耶穌基督一起走, 當我們願意按照福音的精神生活, 當我們願意讓福音滲透, 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我們不能夠跟隨耶穌基督, 除非我們認識祂深一點, 所以我以前堂區的主寶, 聖遺比樂, 不認識聖經, 就是不認識基督, 所以我時時強調, 聖經是我們的重要性, 你不能夠跟隨耶穌基督, 除非你能夠認識祂深一點, 除非你能夠認識聖經, 耶穌基督不單止是基督徒的君王, 祂都是普世的君王, 所以, 這一個, 是我們的責任, 去認識, 和幫助其他人認識祂, 但表面上,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如果要幫其他人認識祂, 我們首先要認識祂, 但是吊詭的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使我們更能夠認識耶穌基督, 就是我們去幫其他人認識祂, 你要幫其他人認識耶穌, 你願意幫其他人認識耶穌, 你一定要努力使自己去認識耶穌基督, 所以, 當我們去幫其他人認識耶穌基督的時候, 以後我們同一時間, 我們認識耶穌會深一點, 那兩件事, 互為表裂, 互相補足, 我們認識耶穌基督多一點, 我們能夠幫其他人認識耶穌, 我們願意幫其他人認識耶穌基督, 又反過來, 幫我們認識耶穌基督深一點, 我想, 有這個行動和實踐的教誘, 你會明白, 我講什麼, 沒有這個行動和實踐的教誘, 你可能, 你不會明白,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 我們正如每一年的, 第二年最後的主日, 我們慶祝耶穌基督為普世君王, 我們首先記得, 昔日, 為什麼, 有這個節日, 就是當時面對一個世俗化的社會, 他們將耶穌擠出世界之外, 教會提醒我們, 我們要將耶穌放回在世界之內, 放回在我們的生活環境當中, 放回在你的家庭裡面, 放回在你的生命當中, 我們要將耶穌基督是否我們生命的君王, 和我們生命的主, 是否你生命你家庭的君王? 法定人數不足